你刚刚其实在上个小时最后的时候 我们有播放就是在这个台北市 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 他们所办的挺侯大会的活动 那懂得我就不禁要问一下了 就是这个台北市的第五选区 目前还是选区当中 那我刚刚是不是也谈到说 因为对手是吴佩奕跟余美人 我今天看到巧克星 他私底下跟我们分享的是 他说余美人据他听说的 这个民调大概只有15% 所以还是很有可能是回到蓝绿对决的情况 所以蓝一定要派出很强的战将 那当然他们现在还是锁定韩兵 那其实因为国民党这里有四个议员 有三个议员曾经参加党内出选 那党内出选的民调 因为两个民调太娴熟 所以现在就等于废弃 让党中央来做决定 那如果征召韩兵 当然其他三个候选人比较没有话讲 他毕竟他是强将中的强将 那所以国民党如果韩兵又不愿意的话 那他必须要找一个 就是让其他三个候选人觉得 可以接受比较心乎口乎的 这个地方国民党一定要推出人 因为以免我认识他太久 以免是利的 百分之百是利的 那他跟蓝绿有一点点关系就是 四年前宋主义选总统 他去当他的发言人 他就搭上亲民党 那我们从过去认识他 以免是一边一国连线 他以前上街头抗议就一边 我跟他是非常熟啦 也没有因为政党或色彩或怎么样 没有 他是好朋友 那我们过去也常一块在录影 就是我过去也录过他几百场 就是算是非常熟的 但是毕竟政党的理念 这个是就是说你关系到未来一个 一个方向 譬如说我讲啦 昨天其实我觉得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把泰北孤军那些人 赢到忠烈池 这个是何其神圣 对不对 对 你在意义方言七十几年 我们今天把你赢回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认同你 可是国民党有一群立委都到现场 对 我有看到江启臣拍下来的照片 是 江启臣海龙挖兵嘛 那这种是最忠贞的 不用讲 在金门前线你看 江启臣那时候是刚好碰到 那时候第一次要选总统 那时候台海最兵凶战略的时候 1995轮八月那个年代 等于说民国八十四年八十五年 那时候台海非常 江启臣那时候就在那边当挖兵 所以你只要去保护过这个国家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中华民国必须要被很多人保护 泰北孤军昨天来的时候 那大家那种 大家都觉得哇 真是动容 国民党的立委气了很多 民进党一个都没有 通通有邀请哦 民党认为说这个不是他们的事 认为 过去包括古灵头大战 八二三这些什么 都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在打仗 他们以前发言人在节目上这样讲 习家庆记不记得 那这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这个账 你这个国家怎么保护下来 你哪来的台蓬金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金门人感受最强烈啦 那我觉得说你可以看到了 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事情 就可以看到了 国民党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即使这些不会有 多少选票或什么样 但是我们应该给曾经保国为家的人 给他一个尊严 这是本来就该做的嘛 要不然别人凭什么为这个国家而死 对不对 我讲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今天看到了 现在在台湾 我们现在在举行的这个选举 他里面包括立委包括总统 他其实也是生死存亡之秋嘛 大家可以看到民进党那个态度 这几年 就像刚刚徐晓军所讲的 你连买鸡蛋都搞成这样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民进党执政 台海兵凶战危 民生凋敝 让很多人跟不上物价 这是一个实情嘛 那如何去 把民进党给下架 这个当然就是要团结 不管你心里有多少埋怨 或者不平 你在这一次你当然就要团结啊 所以你刚刚看国民党这一场 很多人站出来了 看到昨天韩国瑜到 就是 侯友宜到黄复兴党部 这个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站出来了 你看赵召刚 周天特地赶回来 他本来在国外 赶回来就是说 这一场一定要 所以就是说 要让大家感受到 这是国民党一定要大团结 那这个团结啊 当然今天台北市 就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台北市 那当然是重中之重 那你刚刚提到的五险期 这个如果 国民党因为黄尼锦卢 他对外讲 他这个险期搞定的话 有可能八县过海 国民党要在八县过海不容易 但是大家要继续努力 因为大家记得 2008年那时候大家也认为很不容易啊 结果 结果 打败了王世坚 所以王世坚就去跳海了 他说如果八千块我就跳海 他只要去跳海 那时候流行的网路大家 都是应该到北海去赏奸团 奸鱼嘛 那可以看到就是 那时候的氛围就是 大家同族离开 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得了 为什么2008年 有这样的氛围 因为扁家贪腐嘛 所以大家把那个氛围看出来 扁家贪腐 贪一家人 那现在蔡政虎呢 蔡政虎是所有 装脚 倚论 分斩 花了钱比过去阿扁不忘都让 那大家分了以后 可以看到 人民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很必须要很正代 看这一场选举 母鸡 侯友宜 然后 小鸡 当然是国民党 的每一个立委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有这样的决心 就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嘛 很多人讲 侯友宜民调低啊 或怎么样 所以 党内就要先整合 大家也知道 在三个候选人里面 侯友宜 获得国民党 自己支持度最低嘛 那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我刚讲 有人埋怨 有人不平 有人觉得你怎么样 那这些 你如果不出来的话 你就是拱手让人 那给赖清德啦 不用讲啦 对不对 下来的选举 结果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短兵相接的地方嘛 你只要看 美丽岛的民调一看 柯文哲的票很多是来自郭董 将近一成 所以郭董的选民去投给他 他就吸胖了 那现在如果 险举更接近的话 这些吸胖的东西 就会慢慢的 回来慢慢的消红 这是必然的 所以一定是国民党跟民党 很多人在讲说 应该有什么第三势力 那个都讲过头了 那个完全不了解险举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这场险举 国民党跟民党 国民党有最正确的路线啊 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啊 国民党有最正确的路线是什么 两岸要和平 你要靠什么 两岸和平要靠九二公司 要靠国民党来执政才有办法啊 为什么夏立元带着姚庆龄 去参加海峡论坛 台东的释迦马上可以消过去 这就是一个正面的意义 所以民党怕啦 民党出来骂 你这降低狗格 降低什么狗格 陈吉宗你看看 现在台湾还有几百项东西在大陆卖 你降了几百个狗格啊 如果照你的邏輯嘛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不只是中华民国保卫战 而且是金马台蓬 人民要不要够好日子 要不要让自己生活 就这样 恢复至少 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状态 那难道还在让民进党 他们去贪腐吗 所以这是必然要走的路 而且必然是大家的选择